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莎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四位情感导师 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来 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公结婚有二十多年了 有两个孩子 我全是在家带孩子 但是我们之间总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产生了各种矛盾 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尊重和认可 这是让我最不能忍受的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总会因为孩子闹矛盾 我特别爱孩子 但是我老婆总认为我是溺爱 在家里孩子什么都要听他的 我认为他对孩子过分严厉 这一点我也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有请对夫妻 有请 刘强人48岁来自广东 职员黄女士45岁来自湖南 全职妈妈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好好好 您是让人特别钦佩的 谢谢 你看啊 资料上面说45岁 对吧 大高龄产妇 小闺女今年才三岁 这就厉害了 这是赶时髦是吧 这么拼吗 是的 因为我更比较喜欢孩子 你喜欢孩子是吧 对对对 这个老大是儿子是吧 对 儿子已经19岁了 对对对 那你们结婚得至少20年 25年 25年 对 资料上面写的是全职妈妈 是指生完二宝之后才全职的是吧 还是一直全职 一直全职 那你厉害呀 这么高危的职业做了25年 没办法 因为他爸爸经常出差 然后孩子这块就必须要靠我 就是做了25年全职太太 最关键是还做了20多年之后 还敢再拼一个二宝 你当时想生吗 不想 是意外的吧 因为第一个孩子跟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就太难了是吧 对 太难了 行吧 其实我跟我老公就是 也算是有地狱的原因 然后双方父母也不同意 其实刚开始结婚的话 之前没孩子之前 我还是很幸福的 我老公也是很宠我 也很尊重我的 但是随着孩子的降生 问题就慢慢来了 之前我是有上班的 因为我没老人带嘛 就是全部靠我来带 我也是一个新手妈妈 很多不懂 孩子生下来以后 就是我也照顾到我老公 就怕他太辛苦 我就跟他分房睡了 就全部一个人承担 不管孩子的教育 然后生活 我每天要带着孩子 去买菜煮饭 只要他在家 他就帮孩子一切包办 帮孩子穿衣服啦 然后就是穿裤子 鞋子 这种毫无底线的宠爱 然后孩子慢慢长大 我也希望孩子就是说 学一些最基本的自立能力 历所能及的事情 自己来 但是他爸爸不肯 他爸爸说 为什么你什么都让孩子 来自己做呢 难道你不应该帮他做吗 因为我经常出差在外 回家也不容易 有的时候两三个月 回来一趟 所以我觉得我 就是平时都抱抱孩子 都亲近孩子 给他做一些 理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说帮他洗一下鞋带 还有就是孩子也比较 小时候 特别是大宝的时候 他也比较瘦弱 小时候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他吃饭量 饭量不大 我就经常给他吃完之后 他觉得饱了 然后我再给他喂一点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我平时 因为我也不在家 然后我一回来之后 我就发现他 对小孩子特别的严格 就如果是小孩 有一点不听他的 他就会吼啊骂呀 所以说 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作为我一个 这么爱孩子的人 我觉得应该孩子 是在爱中成长的 不是 你也不爱孩子 你就是理论上 因为实际上面 陪伴很少 两三个月才回趟家 但是我能理解 这个里面 他的别扭 别扭在什么 你是一个要 赎还的心理 因为不能赔 所以我要放开一些 你是 一个是塑造孩子 另外有一些脾气 也是针对这个男人的 那在这样一个时代 哪个妻子都 丈夫两三个月不回家 心里都有点别扭 对吧 虽然工作需要 客观需要 这些都能理解 都能理解 比方说 就是孩子有时候吃饭 然后就是孩子就不想吃 不想吃 我就要求孩子 我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该吃饭 不吃饭的话 就下一餐再吃 就不可以吃任何零食 他爸爸就是 当着孩子面 就会对我发火 说你怎么会这样回事啊 一点都不疼孩子 喂一下孩子怎么了 他不想吃 你就喂他呀 而且当着孩子面 你只知道啰哩巴说的 只知道凶孩子 因为传统的观念 老人家都是这样的 孩子一定是要喂大的 如果完全靠他自己去吃 你们俩的核心并不在这儿 他现在投诉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在孩子面前 你没有给予我尊重和权威 投诉的是这个吧 是的 并不是这个方式嘛 就是你当着孩子去这样 呵斥自己的妻子 你想在孩子的心里 是一个什么印象 我妈 我爸不在的时候 有个权威啊 怎么突然那个 回来以后是这样了 孩子就 因为爸爸特别厉害他 然后我说他的时候 他就特别地不听 特别地经常顶嘴 你知不知道爸爸就烦你 我也烦你 你一点都不疼我 什么都不帮我做 什么都是爸爸来帮我做 我讨厌你 你又不是你前天 人家里什么都做不好 连照顾我也照顾不过不好 最气的有一点是 有一次我老公出差 然后我 因为孩子半夜生病了 发烧 我带孩子去医院 然后我打电话 给我老公说了 我当时是 跑上跑下的 跟孩子挂急诊 跟孩子打调诊 你知道我老公 当时是很着急 很关心孩子 关心完以后 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呀 他说你怎么回事 你在家里就做这么一点小事 你都做不好 只是照顾孩子 你都能把孩子照顾生病 孩子经常生病 你怎么照顾的呀 天天你又不用赚钱 又不用一点压力 就做点家务事 就照顾一下小孩 你当时我听到 我这个心 你知道吧 就量到底了 在外面嘛 比较担心家里 也照顾不到他们 如果是一旦听到孩子生病 经常生病 或者是拿磕到 拿碰到 作为一个父亲 是非常的紧张 那个情绪上面 会有爆发点 然后就导致会这样 理解 就是并不想那么说 但那个环境下控制不住 对对对 对吧 是的 自从小宝出来以后 我也当初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控制不住 就是那种孩子 炉的这种心理 是控制不住的 一旦孩子有什么风吹草 我现在就想到 你现在还用两地跑吗 还要出差吗 对 还要 还要是吧 对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就别再出差了 您回来陪伴小宝成长一段 好多毛病都改了 其实我老公是很喜欢孩子 然后就一直给我 做思想工作 然后就希望我能生个二胎 他说这样大的一个伴 但是我一直不同意 我一想到 我前面孩子这个教育 就成这个样子 我怕老二也出现一种情况 一直没有打算要 然后就是十多年以后 就意外怀孕了嘛 意外怀孕以后 我老公是特别特别开心的 但是我就不想要 然后他为了让我 把这个二胎生下来 也就是一二再再三地 给我保证 就是说 不会那么厉害孩子了 就是孩子教育问题上 也会尊重我 当时他妈妈也 就是我婆婆也跟我说 孩子来到这个 来到这个世界上 说明给你是有缘分的 我当时我也是考虑了很久 还是就打算要这个孩子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十年十四五岁的儿子 对他即将到来的 妹妹和弟弟 他是个什么意见 当时他 你们问过他的意见吗 因为我们家孩子 他有一点自私 他不喜欢要弟弟妹妹 他觉得就会分担他的爱 然后我们也跟他保证过 就是不会要二胎 当时有宝宝以后 我们不敢跟他说 就是已经孩子 已经到四五个月 大爸爸才跟他 就是私下跟他沟通 才跟他说 当时孩子反应是很激烈的 是很伤心 他爸爸也跟他沟通了很久 然后他还是同意了 同意后 但是他对这个来的 这个妹妹啊 也不是说很喜欢的那一种 这是一定的吗 对 妻子不同意 口口声声说爱孩子 你说的爱孩子 对吧 对 儿子也是您的孩子呀 嗯 儿子也是极力反对的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成长 这十几年都是一个人 他是没有那种兄弟姊妹的概念 突然有一个 这样的生命出现的时候 对他的心理的冲击和打击 是极其之大的 对对对 妻子的感受你没有照顾 儿子的感受 其实你也没有照顾 你是端了一盘热菜上桌 就要给他们吃 在这个家里面 好像你是以你自己的主观标准 来定这个家庭的规则呀 你没有考虑家庭另外两个重要成员的需求啊 是的 这方面呢 有这方面原因 但是我觉得 一个男人在家里作为一家之主 他有一些个人的意愿呢 一些愿望要达成的话 我觉得家里人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好 哎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咱直接说出来嘛 这家是我在供养 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我想做的事 怎么能做不成呢 对对对 你直接说不就好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 他真的是个女儿炉 然后孩子出去 他也不需要走路 孩子要什么买什么 但是他对我的态度上面就是 觉得我花钱特别的厉害 他看不到就是这些花钱的地方 说我整天只知道问他要钱 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 他不知道的 你直接说问题 来说吧 家庭这一块呢 开支这方面呢 确实是 因为现在赚钱也不容易 然后我希望他能够节省一点开支 我这么问吧 你们家这财务制度是什么 就是我赚钱呢 交一部分生活费给他 就这样 那为什么不是你所有的钱都他管呢 他说他要应酬 对 有很多地方要应酬 因为他老是埋怨我说没有买房 什么什么的 我说在深圳买房是相当难的 咱们租个房子也挺容易的 何必去冒了个 去承担那个 所以实际就这25年来 这个全职太太在家里面是没有财权的 对吧 对 这才是问题的根结嘛 有些地方我也提醒过他 就是比方说有些时候该花的钱 不要去花 比如说他因为经常带孩子嘛 本来身体 身体方面 操劳的比较多 身体方面也会有 时不时的有些头晕啊 有些 不舒服的地方 我说 你可以去做体检 但是没有必要 一年做两次 因为那个体检费也蛮贵的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我觉得在40岁左右的话 一年做一次就应该是足够的 最气的是 我每次做体检回来 他就是说 你看你每次就花钱 就做体检 花那么多钱 你看你又没什么毛病 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你知道吗 在他医生里就是 我要检查出问题了 理解 才是值得的 这个体检才做的值得 所以说其根就是在先生的心里 没有把他这个全职太太的价值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评判 就是你对他的价值低估了 而且在你刚才那个谈话里面 我还听到了就是 你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房子是吧 对对对 因为是在深圳生活 对在深圳 在深圳多少年 267年了 对啊 你267年怎么会没买房子呢 当初吧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职业的原因 当初的收入并不高 只够家庭的开支 然后把孩子养大 就差不多了 就这样 Nou 就这样出来 我还是要打成 对就不来 找的 不来 我就能打成 我 也要 这事儿 这事儿 你 我 深圳的教育如何如何的先进 如何如何的好 然后又说 深圳的环境气候什么的 更适合孩子 因为两个孩子都是那边出生的 所以他们 他就觉得 一定要在深圳买房子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个人收入支撑不了买房子 你看一个家庭的开支多大 还要养孩子 我自己还有一些应酬 都需要花钱 你把你自己那些应酬 先砍掉 开支就小了 对 你知道吧 其实因为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和宝宇接了一个大单子 你说他做了什么事 他就把这个大单子转让给别人做 然后自己跑去打麻将 转让给别人做 做得又不好 然后反攻钱也没赚到 其实只要努力去做 是可以做好 钱也可以赚到 他觉得住房子很轻松 你看我也可以打到麻将 我这些我又不用自己 轻力轻劳的这种 打麻将是 完全是应酬 这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就是 但是我把单子承包出去 转手出去 这也是我将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不可能全靠我一个人做 是吧 我可以转包出去 以后可以做更多的活 是吧 这是 他就不理解 他就认为 你看你把事情搞砸了 把事情 钱也没赚到 还自己还搞得那么辛苦 但是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 做一件事情 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肯定是有坎坷的 对的 这次 我从这里跌倒了 我学到了经验 是吧 下次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但是他就不理解 他总认为说 好好的钱不赚 去打麻将 去干嘛的 什么事都不管 结果把事情搞砸了 他就是怨我 懂了 我都听懂了 其实 如果我把它梳理起来 大概就是 一句话就够了吧 一个合格的全职太太 碰到了一个 不承认她价值的老公 这就是反差嘛 她今天要的 就是这个东西 她要的是 让你发自内心的 去承认她的价值 承认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 那我就想问嘛 你刚才说了 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主人 对吧 对吧 男主人 对 想做一点事情 大家是应该满足她的 是你的话吗 对 没错 那我反问一句 一个家里面的女主人 想做一点点事情 能不能被满足 可以啊 肯定可以 买房啊 嫁给你25年 没查过你的账 你说打麻将就打麻将 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也听下来了 基本上就给你一个生活费嘛 对吧 对 然后您这个 每隔两三个月回趟家嘛 在家里休个假嘛 三五天嘛 逗逗儿子嘛 惹完事之后 您又出去挣所谓的钱去了嘛 撂几个生活费嘛 儿子有人养 有人带 回来之后 有人给做好了饭 温暖着呢 对吧 情感投入 算您投入了吧 就这么25年下来了 您想要二胎 人家就那么不想要 老婆不想要 儿子不想要 您不也坚持要了吗 还是过这样的日子嘛 人家就提了一个要求嘛 其实我听明白了嘛 那些都是扯嘛 你要尊重我才是核心嘛 对不对 认可我在这个家里的价值 他找不到这种价值认可的时候 他一定做一个价值转化 那我就提个要求你买一个房子嘛 从他转述你儿子的描述来说的话 在这个家里你没有认可过他 所以那小子才敢肆无忌惮地说 你又不挣钱 你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这是一定的 咋办呢 过了25年了 老二还那么小 就要一个尊重 要一个承认 而尊重和承认 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觉得女性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不安全感 对吧 比如说为什么一定要深圳买一套房子 也许是说 你这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你挣了多少钱 买了个房子 至少这个房子放在这 我踏实 哪怕我有一些什么变化 带着女儿一起过 也算是个事 对吧 如果这个房子不买 你至少让我知道 咱家到底有多少钱啊 您的买卖到底做得怎么样啊 对吧 我得知道啊 对吧 我是家里面能用的是多少钱 我作为主妇 我好规划一下啊 儿子十九岁了 再过几年又要结婚了 十年之后要结婚了 对吧 给孩子要不要准备一些钱 可能妈妈想的多啊 我就这么想 是吧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一下 供您参考 更多的你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叶文老师 我第一次听了先生这番话 才第一次听到 有人把贪玩 说得那么的理直气壮和 清新脱俗 哇 我在应酬 明明就是贪玩 然后我重点想问一下 这个姐妹啊 女士 你怎么那么好满足呢 在这个婚姻当中 谁是获利者 谁是损失者 应该她是获利者吧 她太获利了 其实刚才她获得利 赵老师都已经说了 她想做的 她想要的 她全都要到了 她想满足的 她全都满足 比如说她自己的财务 她自己支配 她没有受婚姻的束缚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婚姻 她一个人赚的钱 是两个人的 你居然她钱怎么用 赚多少钱 你都不知道 她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去使用 这跟没结婚有什么区别啊 她每个月给你一些生活费 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自由 第二就是 她想要几个孩子 就要几个孩子 而且她基本 她除了出一点抚养费的话 其他的东西 她都不用操心 而我们大家都是当爹妈的 我们都知道 除非一个人 他实实在在地去养孩子 他付出精力 付出体力 那才叫真正地去爱孩子养孩子 其他的算什么呀 光拿钱算什么呀先生 你根本就不算对孩子好 所以刚才 您说的那种养孩子的方式 在网上有一种说法 你知道吗 很难听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叫诈师式育儿 就平时我除了出点抚养费 我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我只在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逗的猫 逗的狗一样 我去 心狠心狠 我这个孩子去 其他平时孩子是 教育啊 生病啊 吃喝拉撒呀 吃春啊 冷暖啊 什么的 这些我都是不管的 用不着我管 全都推到你的身上 这等于说 抚养孩子 绝大部分的重量 全都压在妻子身上了 他好自由啊 他真的好自由 我觉得所有的 已婚男人 都会羡慕你先生 你已婚男人 在婚姻当中获得的福利 你全都获得了 但是已婚男人 应该在婚姻当中 承担的责任 你全都逃掉了 然后呢 如果你站在他那个位上 你觉得你这辈子亏不亏啊 人倒半白 我连到职场上 去自由飞翔的滋味 我都没有尝过 我在家里 还让人看不起 不光让我的丈夫看不起 还让我的儿子看不起 你想过 这什么滋味吗 还有你女士 你干嘛那么容易满足啊 人要支不足 然后才进步嘛 对不对 我多说了 多说人家说我挑错 可是这是事实啊 女人呢 多爱自己一点 会怎样 怎么就那么容易满足啊 我说好了 谢谢叶老师 谢谢叶老师 山大老师 这哪是全职太太啊 这就是一全职保姆 甚至连保姆都不如 一年365天 全年无休 一天24个小时 随时待命 保姆一个月 还能休息两天 那她能休息吗 你给予她 半分地尊重了吗 你们家如果请一个阿姨 你敢跟她那么说话吗 你就是仗着 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她不敢把你的孩子怎么样 所以你对她肆无忌惮 连经济大权都无法掌握女人 叫什么全职太太呀 真的是气死我了 但是我最生气的不是你 是你 不顾一切地嫁给了爱情 不顾一切地 为了这个男人牺牲 照顾她的衣食起居 照顾你们的孩子 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家奉献 到头来怎么样呢 连体检都要被说 你每天手心朝上管她 要钱的时候 请问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你一年买过几身新衣服 我们说现在 这个时代的婚姻 就早已经从来那种 圈养型变成了合伙型的婚姻 经济要共担 责任要共担 风险也要共担 所以女人如果没有这个 走出家门 说干就干的能力 不要在家做全职主妇 为什么现在她敢这么对你 因为你离不开她 你走不出这个家门 性格决定命运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你的命运就是这样 你如果想要像别的女人一样 像别的全职太太一样 你就要具备那个能力 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 就不要抱怨 今天就不要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只配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明白吗 谢谢珊娜老师 陆琪老师 这25年你的行为 是很不合逻辑的 就你作为 我太太想要 measures 帮忙们 你付加事 不是很不合逻辑的 其实我们的幸福 但是我们的你的 请不吝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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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像这样的连接 他还可以养活几个呢 琢磨一下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敏娜老师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 就你整个的这个状态 当你的大儿子 在已经上了初中的时候 时间很充分 那个时候有想过出去工作吗 因为那时候孩子没住校 然后他中午要回来吃饭 就 你从来没有过 我想出去工作的想法 我有想过 但是我老公也不同意 他说你年龄大了 然后以社会都脱节了 然后你出去找工作 也没那么好找了 反正他说 要不然你也照顾不到孩子 我们回来吃饭 也没人煮饭 他们真的有那么爱 回来吃饭吗 孩子们 我的女儿每天中午 都是在学校吃啊 学校变着花样做 一个月就是 没多少钱的 这个伙食费 你们的孩子 真的中午 非得要回来吃这个饭吗 你通过在家做饭 来给自己制造价值 逼着孩子们 中午回来吃这顿饭 来印证自己 在这个家待着 是有价值的 但你的丈夫 对你的亲密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生活里头 当你在抱怨说 这个男人 有这样那样的一些 打破你的日常 照顾孩子 教育孩子的 等等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这一切科学吗 对吗 你是在用什么样的经验 在照顾两个孩子 你把两个孩子 和自己 关在这一个小城堡里 今天你的丈夫 能够在这里 很坦然 因为他知道 你不具备离婚的能力 离婚的权利 不是人人都有的 很有趣 虽然法律说 每个公民都有 自己选择这个婚姻结束 还是继续的权利 但你没有 你没有是因为 你根本生存不了 离婚之后 你想到我 一个孩子都带不走 离婚之后 我连个夫妻 共有财产都没有 所以你跟这个人 谈什么条件啊 你要求他 为你做什么改变啊 他什么都不能 为你做姑娘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 利用这个婚姻 目前还活着 你的丈夫 没有换掉你的 一个过程里 赶快充实武装自己 能考的正考 能去学东西的地方 不要觉得你的丈夫 不会跑 谢谢米娜老师 我更觉得这个家庭 像一个伪高中产 是被伪装起来的 她没有能力 供养一个全职太太 那种条件的家庭 只是可能因为 圈子或其他的原因 在追求一种 比较浮躁的东西 我看到的大概是这样 其实对你来说 更是一个倒逼 你就想一个命题 你说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 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失业了 她以后没有 挣钱能力了 你咋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 所以这就是你的可悲 这也是你25年 最可恨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要让别人 做全职太太 你要时刻给别人提供 可以重新 出去工作的机会 那是她的自由 她爱你 她为你做全职太太 她今天说 我全职太太做累 我就想去职场 那你做的第一个反应 要提供条件 让她重回职场 你得时刻让她保持 鲜活的生活技能 学习技能 你得提醒 你都没有尽到 这方面的义务 这是你可恨的地方 25年你废了一个人 她也自废 你就把这个问题 想清楚 OK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公 我觉得如果是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都觉得过不下去了 我希望你有所改变 得到你应有的尊重 但是你从来没看到过 我的付出 我要求不高 如果再继续再下去 可能我们也没办法 再走下去了 在这个 就是这个婚姻当中 我其实 刚开始也没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刚才通过各位老师 点评老师的 那个开导和疏通之后 我觉得 有很多问题 我们是 这个家庭是有很多问题 极端我们去解决的 所以 我们好好的 再走下去吧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老师 来吧 叶文老师 预测一下 我要预测 不如说我希望 我希望她们双出 因为先生最后呢 表现出一种 领悟的态度 希望她们双出 好 珊娜老师 她们只能双出 因为这个女孩 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她 就如此不堪 她也走不了 陆琪老师 双出是肯定双出 我只希望 这位太太 能够再走出去一点 尼娜老师 还是离婚吧 然后再让先生 以每个月5000到8000的费用 请她回来 照顾两个孩子的 衣食住行 这样的话 她不就又挣到钱了 又得到安全感了 男人也有人带娃了 所以女士就别出了吧 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所以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吧 你看 米娜老师 一下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来 我们看看她们自己 是怎么选择的 请开门 别端着了 赶紧去吧 牵这手带到台中间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他那段话不是应景 而是发自内心 如果真的这样就太好了 希望他们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了两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对我特别好 特别有耐心 但是最近几次出去旅游的经历却让我很失望 我不知道我们还适不适合在一起 我感觉我的女朋友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她总是看不到我的优点 每天都在拼命地找我的确定来说 一块出去玩本来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但是每次都会不玩和三 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来哪里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小张22岁来自广东学生 有请 小刘20岁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 同学是吗 对 大学同学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现在好了多久了 快两年了吧 现在大几了 大三 今天来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让他做出改变 我的天哪 这么年轻又想改造人 做出什么改变啊 因为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积极向上 然后又对我很有耐心 就很细心的一个男孩子 但是后面在一起久了之后 我就觉得他慢慢的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了 就最近几次旅游啊 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我就是很敷衍 然后有时候脾气也不好 就是这样 说说吧 都发生了什么事了 他很懒 然后很喜欢睡懒觉 然后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要求他事情 他答应我就一定会做到 就是比如我们两个约好了 明天或者后天 出去玩 我说早上起床就是不要赖床嘛 然后就约定的时间 就是不要放我鸽子 然后也不要迟到 但是呢 他第二天起来之后 就是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 他都 他不接 然后就是睡过头了 为啥 没有啊 我也就是晚了一点点嘛 因为我们本来那一天是要去 就是打算下午去那一边的电玩城玩 玩完之后晚上再去吃一个饭 本来约的是九点十点那样子吧 然后后面我就睡了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然后我起床之后他就一直在生气啊 我就问你为啥你约的九点十点呢 你中午才起 我是觉得因为本来就是周末嘛 放假好不容易放假 想睡个懒觉什么的 一开始觉得太早我也不是很情愿 然后就是想往后托我一下 那就直接告诉他十二点钟见不就得了嘛 对啊 但他不情愿啊 但是你后面还是有答应我啊 你答应我事情为什么就不做到呢 因为你一直那样说啊 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而且我起碗了就起碗了 他还要在那里生气啊 他一生气就生一两个小时 本来起碗也就浪费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 然后他一生气又生个一两个小时 那玩的时间又少了 那也不能全怪我吧 你睡觉这个睡懒觉又不是一次两次 你几乎每次都这样 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旅游 然后早上不是说好去看日出吗 然后我叫你起床你又不起 然后你就说哎呀再多睡一会儿啊 反正又没那么快出来 结果我们到那里太阳都出来了 还看什么日出啊 那你回去睡觉就行了 旅游又不一定要一定要看日出 我们看日落还不是一样的 那我感觉日出意义就跟日落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太阳啊 而且我们今天看不了明天再看 你怎么会这样子的 你怎么会这样的 但是我就想炒了 因为你如果认识这些 可能有什么人都想炒了 不然我还能拒绝下来 你老实有什么费吗 我也知道 我也想炒了 这些人都是反映 那里带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抱着她我就睡不着啊 我就是要带着她啊 也没有很长空间 就抱着她不行吗 我们不是要打车去酒店吗 那个酒店的位置 离景点也远 离我们高铁下车的地方也远 然后呢过去之后 它那个行李箱 我怎么和你形容 反正我们打车过去 后备箱的位置 放在一个行李箱 放上去就刚刚好了 然后我的行李箱 是完全没有位置放的 反正最后结果 就是我们打了两辆车 才把那个行李运到酒店去 才出去玩 你先别说我东西多 那每次出去旅游 我做攻略啊 然后订酒店 订高铁这些 你全部都让我来做 你自己就在旁边 坐享其成 然后呢 我订了那些酒店啊 或者高铁 你就开始说 哎呀 这个酒店不好 然后这个高铁时间又不对 那你又在那里讲 我也有跟你一块做计划吧 你就在旁边指手画脚 那叫跟我一起坐吗 不是啊 那确实是啊 你 我们去过去玩 你订一个 你说订一个早上出发 然后中午到的高铁 不是刚刚好吗 然后你订一个下午出发 然后晚上到了高铁 晚上到完之后 把行李送到酒店去之后 我们就没什么时间了 一天就结束了 要是早上出发 中午到的话 那我就多出半天的时间 可以去玩多一点景点 你现在说了这么多 当时为什么你不定 我是觉得 他做那些计划不太好啊 然后我就跟他提 提了之后他又发脾气 每次他自我做计划 他又陪着我去做 然后做完之后 他做完之后又觉得 我没有做 在那里说我 然后我要是参与的话 他又说我只会直走 我还讲了 那出去玩 去景点 我想着 那个景点呢 那个水很贵嘛 然后我就想 反正就两瓶水 你在外面买好了 然后背进去 有那么重啊 你又不愿意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吃完就吃完了 然后就说那就回去再买咯 就是这种很敷衍啊 那我觉得你可能不想吃嘛 或者吃饱了嘛 而且每次你都不愿意哄我 然后我生气了就在那里 你看你也不讲话了 那些不管别的 你要是想吃就再回去买一份不就好了 为什么这种也要生气呢 我就想 就是要吃那一个啊 就是不想回去 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啊 我想让它变成 刚开始对我那一样 那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幻想 你接受吗 就它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你接受它吗 那我就不愿意接受了 为啥啊 你会想着它以前对你的那个样子 然后现在它又那样对我 那我肯定不能接受啊 一会儿你问问三位女老师啊 看看他们这个 他们的爱人是不是从头到尾 都对他们这么好的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叶老师 来 刚才呢你说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 你是想改造它 改变它 姐姐劝你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概率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就问你 她如果她就是现在这样子 她什么也不改变 你还要不要和她处 不要 不要 那你俩现在就可以分手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她 你知道很多的姐妹都说什么吗 说你要珍惜男生追你的 那大概是几个月 她追你追了多久 半年吧 你要珍惜她追你的那半年的时间 这可能是这辈子她对你最好的一段时间 那我再问一句 你觉得她追你那半年 那是真实的她 还是现在让你不满意的 这个她是真实的她 我觉得都是她 不 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因为她最后 她后来接下来的日子 她就会用那种真实的态度来对待你 你这样想用那个真实的她 你觉得哪一个是更真实的她 应该是现在的 对啊 你记着 小女孩只在被追求的那半年 你是她的公主 剩下的时间 你不是 她希望你做一个 同情达理的女孩子 如果你不能够包容她 你最好也别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就是我的观点 不冷血 谢谢叶文老师 谢谢老师 刹那老师 与其改变不如欣赏 就她刚才说到那个 日出和日落有什么不同 反正都是太阳 就这一句话 其实我们在场的几位老师 我相信每一位老师 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可能有的人觉得 就像你一样 那日出就是日出 那是太阳升起 那日落就是日落 那是太阳落下去 但她就觉得 反正都是这一个主体 在生和教 有什么呀 所以这个观点 是她原生家庭 包括她成长背景 带给她的这种价值观 那这种价值观 你改变不了怎么办 那你就却会欣赏 欣赏什么 随性也是一种美 有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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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是 有时候不是 跟你揭示一下一件事 就你们再谈一段感官的恋爱 但是20岁谈一段感官恋爱不错 没有什么错的 你说你能不能回到从前 男人的在热恋期对于一个女人的好 就是三个月到六个月 而且终其一生只有这一次不可复现 为什么 因为它是多种神经地质的集中奔发 它当时对你的占有意 嫉妒心 父爱 还收藏匹等等等等 就一堆的欲望集中爆发 有一些女生可能这样的感官式恋爱 她 看起来 对她来自然而言 再来自然而言 我讨说 我讨论自然而言 是 我讨论的 我讨论自然而言 我讨论对于 晨论自然而言 我讨论自然而言 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说好深奥 没听懂 米娜老师 我没觉得这个恋爱有多美好 我也没觉得你们爱上 对方身上有什么闪光点 我总觉得爱情这东西 就是除了谈恋爱的时候很浪漫 感官各方面得到极大满足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帮助我了解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些 可能会发光的地方 但你们没有 刚才陆琪老师说 男人只有那个什么三到六个月吗 事实上女人也是啊 对呀是个人都这样啊 谈恋爱这玩意儿吗 就是谈到一定时候浓度都降解 降解了以后 我们要学会面对的就是 我们可能在一桩稳定的关系里头 各自探索自己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因此变得更大更有趣了 但是你们也都没有开始探索外边的世界啊 你得到后明显不珍惜 你被得到了 明显觉得自己掉价了 所以天天都需要来印证一下 你得到了还珍惜我吗 只要你嘴上说珍惜 行动上怎么伤害我都可以 我只需要你在嘴上不停地重复珍惜 而你也真的慢慢地被训练成了 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了 箱子我可以不推 我可以挑剔指责她各种坏毛病了 我可以抢她的帽子 破坏她的造型 因为只要我用一句 我爱你啊 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的确不珍惜她了 你也的确不被人珍惜 但是这个跟你们的恋爱 进行了多长时间 我认为关系不大 而是因为你无趣 你认为一个女孩子最有趣的 可能就是我黏着男朋友啊 我跟她玩 我要她的世界都是我 你那找的不是个男朋友 你那找的就是个玩伴 就是高中手拉手上厕所的女同桌 然后你的男朋友现在是一个职员了 你还要求她24小时跟你黏着 恨不得你去卫生间 她都在门口站着陪你聊天 你哪里在要一个男朋友啊姑娘 你只是在要陪伴陪伴陪伴 所以你们两个人看似在美好的学习着爱情 但是事实上这一些事情跟爱情都没有关系 不管你们用日出还是用日落 还是用各种浪漫的美好的桥段 来粉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但你们都只是笨拙的学习恋爱而已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那么快乐 那就分了吧 如果两个人说 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试试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你在一起其实除了有烦恼以外 开心的事也有很多的吧 反正过程总是有好有坏的 就我希望你看到的不只是坏的那一方面 也有我和你在一起开心的那一方面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情感突破的观众可以来电 咨询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预测一下结局吧 叶老师 我觉得刚才这个女孩 好像给男生下了个最后通牒 如果这样的话 他大概率他 还是双出吧 那说明最后通牒 说明还有一次机会 是 是 是这么推测的 珊娜老师 肯定双出呀 没玩够呢嘛 男出女不出 有 不可能 他必须得出来 他必须得黏着他的晚伴 他还没找到新的寄托的方向 不是 他没找到新的小熊呢 是吧 来吧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吧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次的谢谢奎华魏康林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